许多猫咪都会有这样的情况 就是经常会用两只前爪在柔软的地方采来采去 像是在按摩 猫咪的这种行为我们称为采奶 实际上猫咪采奶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现象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毛都会采奶 那么猫咪为什么会出现采奶的行为呢 猫咪采奶的行为是从小就形成的 当用猫在吃奶的时候 会用前爪不停地按摩母猫乳头的周围 这样会刺激乳头分泌更多的乳汁 在获得充足的乳汁时 同时会让幼猫感到舒适和安全 充足的食物带来的幸福 猫妈妈柔软温暖的肚子带来的安全感 成为了喵声重要而深刻的记忆 直接影响到猫咪的一生 对于从小没有接受母猫的哺乳而是被主人用 羊奶咬大的幼猫 它们长大后就不会出现采奶的行为 或者很少会出现 因为在它们的记忆中 没有感受过在猫妈妈怀中吸吻乳汁的幸福 并不知道采奶会给自己带来愉悦 采奶对它们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事情 这也是有的猫家长反馈说 家中的猫咪一切都很正常 也很活泼 但就是不会采奶的原因 在猫咪断奶后 这一行为仍然会经常发生 你会发现家里的毛毯 沙发 被子 甚至是你的衣服 都能够成为猫咪采奶的对象 如果你留意观察 会发现容易让猫咪出现采奶行为的时候 往往是在猫咪心情比较愉悦的情况下发生 在猫咪准备睡觉前或刚睡醒 或者在主人抚摸猫咪的时候 都会令猫咪心情大好 出现采奶的行为 有的猫咪已经好几岁了 但依然会出现采奶的现象 往往一边采奶 一边伴随呼噜呼噜的声音 有人说 这是因为猫咪想念它的妈妈了 在怀念儿时 吸吮妈妈乳汁的幸福 采奶本身就是来源于 用猫吸吮乳汁时的行为 所以 对于这种说法似乎也能说得通 但还有一种科学的解采表示 猫咪采奶的行为 虽然和有时吸吮乳汁有着 密不可分的联系 但对于成年猫 仍然会出现采奶行为的原因 不是在怀念母亲 而是因为采奶这一行为 能够为猫咪带来的幸福感 安全感 已在猫咪的脑海中 有着深深的记忆 它们知道 这种行为 会给自己带来什么 于是猫咪把采奶的行为 和幸福感 安全感建立了联系 当它们再次感受到 类似场景的时候 那种美好的幸福感被唤起 柔软的毛毯 很像母猫的肚子 这就营造了曾经采奶的场景 所以 往往毛毯更容易让猫咪 联想到采奶时的场景 当主人轻轻地抚摸猫咪时 也会让它们感受到幸福 曾经在母猫怀中喝奶时 被猫妈妈舔视的美好记忆被唤醒 这个时候 猫咪也比较容易出现采奶行为 因为在猫咪的心里 采奶等于幸福和安全 所以成年猫采奶 是为了感受幸福 也是猫咪心情 愉悦的一种体现 并不是因为猫咪 想念猫妈妈了 猫咪采奶时的注意事项 在猫咪采奶时 主人的行为 很可能会影响猫咪的心情 从而导致猫咪对主人 有不好的印象 以下几点 产使官们要多注意了 一 猫咪采奶时 保持安静 不要大声说话 否则 正在采奶的猫咪 会停止采奶 好心情就这么被打断了 二 轻轻抚摸猫咪的头部 和脖子后面的位置 这更像是猫妈妈 在舔是小猫 增加猫咪对你的好感 说不定会把你当成 猫妈妈一样信任 三 不要在猫咪采奶时 触碰它的尾巴 因为猫咪 本来就不喜欢尾巴 不为被触碰 四 对于有采奶行为的猫 要及时修剪支架 因为如果猫咪 在你的身上采奶 你的衣服被抓坏不说 还会导致被抓伤 采奶是喵生的一种 最美好的幸福 充分尊重喵哥 会获得猫咪更多的信任 使主人和猫咪 能够更和谐地相处 让猫猫 尽情地采采采采吧